杨茜茂 杨茜茜 杨茜茜 我想跟个人的志趣 客观的环境 都有相当大的因素 我的家庭里面 我的姐姐也是个从事教育工作 所以好像这个环境给了你很多熏陶 由于我个人对舞蹈的领域里边 比如研究 创作 演出 都具有相当大的兴趣 这个相关的领域里边 在思考问题 在从事这个工作 但是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透过教育 而实施的个人对关于舞蹈方面的理念 因为我平常很严 我不仅对学生很严 我对我自己要求更严 但是常常有学生回来坐在你旁边 跟你这样说 老师 要没有你 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觉得这句话让你非常感动 你觉得你付出是值得的 这是长久以来 这个文化的背景 但是你要改变这些个现状 我想你摇去那喊是没有什么应处的 我觉得自己本身从你本身做起 这个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把时间 空间 科学 文学 史学 都在一刹那可以传播出去 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从事教育工作的因素之一 我觉得人人会跳舞 人人也可以把舞蹈提升到一个另外专业的领域 年轻的老师 包括我自己 遇到挫折的时候觉得 哎呀 你这么笨啊 我觉得否定 否定他们可以 他的挫折算太大 我相信现在年轻的老师 他们会利用他们所学的方法 给现实的环境来调整它 一选择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